雖然詐騙者擅長騙述,但如果你能識別警告信號就可以避免落入他們的陷阱,並保護自己。 許多澳洲人舉報了濫用他們的個人資料的情況。 信號是容易下手的目標,如果盜冊攝取料含有你個人資料的郵件,你就會面臨身份盜竊和經濟損失的風險。 銀行結單和水電帳單包含對盜冊有用的資料。 他們在你的信件中發現此類資料和任何其他資料與信用卡。 那他將幫助他們攝取你的身份,然後將資料出售給其他罪犯。 對於信箱盜竊者來說,公寓樓是容易下手的目標。 信箱通常位於隱蔽位置,而且居民不太留意在附近逗留的人士。 為了避免遇此類詐騙,請確保。 為信箱加上堅固的鎖,令他們難以打開。 定期清空信箱。 轉成電子帳單和結單。 安排領取重要物品,如從發行機構處領取信用卡。 在信箱上貼上禁止垃圾。 信件的標識減少信件數量。 在觸軟門時,讓朋友或鄰居收件。 設計始終注意,不要分享。 。 現在的位置是很快。 寫著是很快。 按正確的按照分別。 點擊掃尾。 由於是先開始。 按照鏡頭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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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